HELLO,大家好,我是Mark 再過三天,我就可以放出去了 所以我今天特別為大家來展示 在家裡怎麼樣利用水袋來做一些重訓的訓練 那我們就開始吧 今天我會利用兩種不同尺寸的水袋 來跟各位介紹不同的重訓動作 我左手邊的是20公升的水袋 所以它裝滿的話大概會差不多16公斤 那今天我只裝了一半 因為等一下會用到二頭肌的部分 所以我不想用得太重 而且它水的這個特性就是它會移動 所以你必須在時時刻刻都要確保你的核心是吸飽氣足 你才能不會讓身體搖動 那我右邊這個是35公升的 35公升的我今天也是裝一半 所以這個大概是差不多20公斤左右 我主要會拿來做深蹲 那我左邊的20公升的 會拿來做一些比較小肌群的重訓 用水袋做深蹲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把水袋抱在胸前 另外一種是把水袋放在你的後肩上 那我們就先來示範放在前面的 所以拿的時候呢 水袋先放置在地上 然後 我們的手 手心往下 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氣要吸毒 然後我們的背 要保持 腿質 不要脫背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要靠腳的力量 把水袋拉起來 再把你的這個背挺直 避免拉傷 然後這時候你要把你的水袋翻上來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動作 那現在水會晃動 所以其實你要平衡起來 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所以你每一次對下去的時候 你都要把氣吸足 然後腹部用力接氣 好 那下一個動作我來示範怎麼樣背到後面 那一樣 我剛剛是先把水袋翻到我的這個手臂上 那現在我會再多加一個動作把它舉起來 放在我的後肩上 舉起 放在我的後肩上 好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深蹲的動作 那一樣 我的背還是要 保持垂直 然後我一定要深呼吸 把氣全部都 接在我的腹部裡面 然後腹部要用力 讓我的腹部內 靠肌肉 不會 導致這個晃動的拉傷 來示範抓舉 跟划船的動作 這兩個動作其實是連續的 那我先來示範抓舉 跟抓舉一樣你的手心是往下抓的 好 那其實這個跟剛剛做squat 前面的動作 差不多 那這 我完成了一次 好 首先你 抓這個水帶兩側的手把 把它抓起來 抓起來 然後呢 你現在要做一個彎腰的動作 但是你的背還是要平 千萬不能投背 盡量就是彎到你的小腿 覺得後面的肌肉有拉伸 覺得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時候你的背還是保持現在這個高度 不要動 然後用你的手去拉吧 那記得一樣 你的手臂 意向還是要夾緊 接下來這個動作非常適合來練跳河 首先你先呈現一個跪姿 先把水帶拉起來 放到腹部這邊 然後 保持平衡圓 就來靠在你 比較高的這個床這邊 好 兩隻手補好水帶 然後不要左右晃動 現在我一個會示範做二頭肌跟三頭肌的訓練 那首先要把這個24公正的水帶先舉起來 然後把這個水帶放到你的肩上 然後把這個水帶放到你的肩上 放到肩上以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二頭肌的訓練 那這個時候你要特別注意你的軀幹 都一樣要保持很穩定的狀態 所以你的核心也是要 顧好 所以也是 在你做每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腹部都要保持持續的用力 讓你的身體不會晃動 那屁股最好也是可以夾緊 因為水會晃動 所以難得難得 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做二頭肌的重訓 那這時候你拿 反而就是要用這個方式去拿 首先要往上 好 好 重新往上呢 做這個動作其實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你這個肩膀 要記得往後擺 然後你的手臂要夾緊 不要開開的 好 那這時候可以開始做二頭肌 那基本上你拉到你的手臂 垂直就可以 你不需要 放得太低 也不需要拉得太高 希望今天的示範對大家有幫助 祝福各位 步入中年以後 依然能夠保持好的身材 只要你有好的生活習慣 持續的運動 我相信每個人都做得到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